在纽约的话 酒牌分这么几种 有比如说Full Liquor License 就是可以卖烈酒的 还有一种像通常大家会讲叫软酒牌 就是BMW 在纽约的话它不同的 尤其是曼哈顿 包括Brooklyn and Queens of course 它不同的区域 有不同的自己的社区委员会 就好像咱们国内的小区域 有一些小区对于酒牌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就包括DCP所在的Community Board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如果去看Google Map上 可以看到在这个区域里面的酒吧 餐厅有酒牌的已经非常多了 所以他们是尽可能的会想要控制 新的酒牌issue 所以他们会在酒牌上面会非常严格 当然也包括一些其他的社区 其实像在纽约来看的话 Central Park以下 其实更准确的讲 应该是Ktown以下的这些Community Board 其实管酒牌都是非常严格的 在申请酒牌的时候 有这么几个规矩 第一个入叫200 foot 意思就是200英尺 如果我们的establishment 酒吧或者是餐厅 开在200英尺以内和哪里 和一个教堂或者是学校的话 这个是严格的 就是说要求不能够开 有卖烈酒或者是卖任何酒的 这么一种establishment 怎么去量200 foot 这个也是一门功课 也是一个技巧 我甚至之前看过 有一些establishment 他愿意把自己的门改掉 因为他正常的入口 因为他量的是从church 或者是学校的正门的center 量到establishment public access的中间这个部分 200英尺 所以如果你想要超过200英尺的话 to sort of get around 或者是不被200 foot入控制的话 你就可能需要200以上 所以他们宁可去改掉自己的门 去get around this 所以有很多时候 SLA就是管发酒牌的地方 会派专人来量 如果他们知道附近有教堂 或者是有学校的话 看看是不是在200 foot以内 或者是200 foot以外 另外一个入是叫500 foot 叫500英尺的这么一个规矩 这个是说在500英尺以内 不发超过三家以上的establishment 卖酒牌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lower east side 下东区 去dcp在那个地方 或者甚至像east village 或者是像nyu附近 拿酒牌非常难的 因为在那几片区域的话 基本上500 foot以内 都会有很多很多的餐厅 已经有酒牌的 那怎么样去get around this 或者是有哪些的exceptions 有一种说法叫做grandfather inn 如果你拿的酒牌 是很久以前的 而且你的establishment 不管是从别人那边买过来 还是接手过来 但是酒牌的历史没有断过的 这个就叫grandfather inn 这是其中一种 第二种就是如果 给你新发一个新的酒牌 是在公共利益 也就是叫public interest的范围内的话 怎么去证明是public interest 就是有当地很多的neighbors 为你背书 如果你能够拿到很多的neighbors 帮你背书的话 你再去参加community board 在neighur license的听证会上 就是有这些neighbors endorse you 你可能会通过 community board的机会会大一些 但是尽管你通过了community board 不代表说SLA就一定会批你 反之如果community board不批你 也不代表说SLA一定会拒绝你 所以现在就是说 如果大家在看一个地方 想把一个地方签下来 去开餐厅也好 或者是开酒吧也好 要慎重地考虑酒牌的问题 因为酒牌能卖酒本身 对于一个餐厅来讲 是非常大的一个利润点 从这一点上的话 我们要非常非常地清楚地了解 首先这个地方的历史是怎么样的 它能否被grandfather in 第二就是它之前 是否一直都是烈酒牌 或者是beer and wine 对吧 一个beer and wine的地方 不是自动就能够换成 是一个full liquor的 以上这两点 500ft和200ft 这两点的话 就是请大家可以多关注 多注意